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的核心 中道正法 这上次我们有解释过 那就是佛德 他到底是感悟到什么 佛德他在普体称下感悟 他到底是感悟到什么真理 他现在是在说这个 那我们来底下看 他引用的 他是赤同谍部律 就是南团的概率里面 说佛德感悟 他自己说的 他说主比秋 何谓如来的现等觉 各位BQ 如来到底是感悟到什么 眼生自身 眼跟智 一般来说 你见所未见 眼能见 能够见 智能知 见所未见 得所未得 以前不懂 以前不懂 现在知道 以前不懂 现在不懂 以前不懂 以前不晓得 比如说 以前不晓得 世间是无常的 是缘起的 是无我的 现在见到了 知道了 是这样 所以他这有分 一般来说 他这有整个形容词 第一个叫做 眼生自身 这是一对的 眼生自身 都是生 就是 生就是以前没有 现在有了 生起了 现起了 那么眼跟智 就是能见 能知 我们就知道 第二就是 极境 极境就是 那个境界 叫做极境涅槃 极境就是 他的内心 完全没有动乱 他没有任何的疑惑 没有任何的忧悔 也 我们 根本来讲 根本来讲 就是 没有任何的烦恼 就叫做极境 所以 极境通常是在形容 一种涅槃 那也是心里面 一种完全 完全平静 那么 的境界 那 彻底的讲就是 灭一切苦 洗灭一切苦的境界 政治正觉 这是在说 他所达到智慧的 正界 就是说 他的境界 就是 激进是 他不动乱 心不动乱 那么 政治 就是他所正德的 他正路了 以智慧而正德 那 就是能够有 正悟的 智慧 内心 激进 那 如果 我们把这句话来看 就是说 他 成正觉的时候 那么 他 升起 那么以前 没有的 政治 那么 内心 完全的 激进 那么 充满着 洞察一切诸法实相的智慧 就是 擁有了正悟的智慧 那么 这里讲正觉 那么正觉 基本上 觉 就是觉悟 就是觉悟到真理 那么就是 正悟到了真理 擁有正悟的智慧 而正悟到了真理 那么到达了 到达了 生死的彼岸 就叫做涅槃 这句话 基本在形容 一个觉悟者 那么 的一个境界了 好 那么所以 涅槃所知 就是 所知就是 所需要的 你 从此案 对生死的这个法 到 那般的法 就是说 对生死到解脱了 那么 需要什么东西 会看到什么东西 会感到什么 会感到什么 就是你涅槃 你到底是觉悟到什么 叫做涅槃 那么你必须 你 擁有什么 你才能到达涅槃 就是说 涅槃 所知 所以 所知就是 可以到达涅槃的中道 因为 因为 所谓的涅槃 我们说过涅槃 那么 大概可以分 如果从 佛陀的涅槃 基本上 可以分 三种 不是说佛陀的涅槃 印度的 第一 反复的涅槃 反复的涅槃 我们说 他就是 比如说 他抖腰 他吃巴 他就涅槃 就是 没有这个工夫 第二 就是 外道的涅槃 他正出残二残 心不动 那不是完全的不动 他只是暂时的不动而已 那么 急进是彻底的不动 急进 他只是暂时的急进 就是 粗险 疑险 三险 四险 或是事无设定 那么 空无边 事无边 无所有 分享不分享 他就以为是涅槃 这个是外道涅槃 那佛法的涅槃是 彻底把烦恼断尽 习一切苦 一切 就近习一切苦的涅槃 这是佛法的涅槃 即使到后边 到了后来 那么 佛教里面的涅槃 又分两种 叫做小胜跟大胜的涅槃 就是阿罗汉的涅槃 跟佛的涅槃 如果只是 那么 我们不要分大小胜的话 那么 解脱的涅槃 基本上 有余涅槃 无余涅槃 就是说 你 铺底手腳 得正確 成佛 但是 又有这个 业補心 业補心又会痛苦 所以 这叫做有余 余有这个涅槃 就余有这个苦 还没有完全 因为涅槃是 所有的苦都熄灭了 但是 只要你还有这个心苦 存在 那么 心苦 它就会咬 它就会痛 它就有苦 所以 余有这个涅槃声 就还 有余 叫做有余涅槃 还会有苦 但这个苦 已经不是 重大的问题了 那 感觉这个 业補心没了 那叫做无余涅槃 是这样分 好 所以 他现在说 现在的重点 就是 什么叫涅槃 什么是涅槃 那 朱比丘 那 他说 何等位 何位如来 献等绝 那 这个 这个 这个涅槃守自至中道 一属是说 要怎么样到达涅槃 那 要怎么样到达涅槃 要依八正道 所以 八正道 八正道 政见 政思维 政与政业 政命 政静静 政念 政定 所以这里的中道 这里的中道 基本上 中道就分两种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下一个好了 这其实很重要 所有的佛法 就是中道正法而已 你怎么会记得 第一就是说 修行的方法 就是依中道 那么 修正的内容 有没有解脱 是不是涅槃 也要依中道 怎么样得涅槃 也是要依中道 所以中道 这我们真的没有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道一个就是八部中道 这个是修正的内容 一定要是离长段两边 离有无两边 中就是离两边 中道就是离 这个是离两边的中道 这个是离两边的中道 那么 离 离 这个是离两边 八部中道是离两边的中道 那离两边的中道 那离两边的中道是离有无两边 有 有 是常见 有 是常见 离常见 跟离断见 无 是断见 因为 缘起 有因有缘 是间 即 所以它离常见 有因有缘 是间 即 那么有因有缘 是间面 那佛陀 眼神 自身 他看到什么 他就是看到这个 叫做看到眼气 那看到眼气 就看到 看到眼气 就感到 其实是这样 还有人 还有人在说 佛陀到底是看到什么 佛陀就看到流青 看到流青 没感到 是要看到眼气 有因有缘 是间 即 这个是间 就是这个世间 不管是这个山河 台地 或是这个五云 这个生区 世面 都是眼气 那有因有缘 是间面 他的生起跟消失 他的出现 和他的消息 都是眼气的 所以 因为有因无缘 他就在 没因无缘 他就没在 所以 他一直有 还是一直没有 金本就有 还是金本就没有 不是这样 所以有因有缘 世间面 那包括 包括 我们的苦 和肉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苦跟热 也是缘起的 世间无缘 不是眼气的 有因有缘 有苦 有热 有烂 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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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劢 有虚 心是什麽 縁是什麽 我們要解脱 譬如說 我們要解脱 解脱的縁縁是什麽 我們要拔的縁縁是什麽 我們要快樂的縁縁是什麽 我們要生天的縁縁是什麽 我們要翁身記錄世界 我們要知道翁身記錄世界的縁縁是什麽 這都叫做有縁有縁 這就是縁績 大部分的人不懂得縁縁 就叫做團團轉 切米牛不怕穿 黑白種 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很多人他很用功 很用功 很勇敢 但是 不是你勇敢 你勇敢 你就有成就 不是你讓我去找 你道理要抹 道理不抹 方法不行 你更用功就不好 你再受到舊就不好 累積的苦行不是抹半印 就是說你累積都受苦行 你就沒辦法解脱 你比大家享受無憂的 也沒辦法去哪裡去 你看人家很勇敢 你在那裡收 很明暖 很勇敢在那裡收 但是你方法不對 方法不對 沒有效 所以他在跟你說正確的道路 有因有緣事件面 愛離有無 常見跟斷見 常見斷見 常見斷見主要是在講 因為他重點 他重點在講 這個身心 五運生命 所以兩邊他是離 指有跟無 有是五運有 指五運 指這個身心 叫做我 指這個身心有跟無 那麼長 那麼所以他到底會跟你講 如果這個身心基本上 用五運身心來說的話 五運身心 那麼他不是長也不是斷 不是死後就都沒了 也不是因為我不會死的 還是死後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我一直在 也不是這樣 所以他基本上是從五運身心 射受想行事 你身跟心裡面 應該是這樣 我告訴你 我們要了解這個 這個很重要 你每天都要這樣想 每天都要這樣想 真的用功都在這裡用功 五運的身心 我們的生命 基本上分成 心和心 那身心 它叫做五運 這個射 我們要這樣寫 射受想行事 分成身心 射受想行事 這個分成身心結構 身心結構不斷的運長 就是我們的生命 好 那麼這個身心結構 不關是射還是心 它都是三個狀態 非是我 非 非 就不是 是我 亦我 是我 亦我 亦我 那麼相在 不相在 其實可以非 是我亦我相在 不相在 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 不是 不是這個射中有我 不是這個五運中有我 那我們就講過是 這個五運裡面 他就是 他到最後一定都要這樣 你如果沒有觀察 你沒辦法解脫 所以他的中道 他的中道 基本上是在 就身心結構說的 生命現象說的 所以他這個五運 他射受想行事 非是我 非亦我 不相在 就是說 他不是 他不是 運中有我 這五運裡面 即運我 即這個運 即這個五運是我 也不是離運我 離開五運 有一個我 也不是相在 就是運中有我 我中有運 那麼 我們跟誰 跟他玩過 運我離運我 即運我 離運我 那麼 我在運中 運在我中 基本上就是這樣 運在我中 我在運中 跟著相在 這個身心結構裡面 有一個我 這個身心結構 即我 這個身心結構就是我 那這個感受就是我 那 可以了解的見聞皆知就是我 那 所以 我如果神 我如果四季派去我就沒有了 這叫做斷見 這個斷見 我們經常 他說 到底是要怎麼關 其實我們 我們四季派去這樣關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就要這樣關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 有時候到處在疼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感受 到底是從哪裡 我們看到什麼境界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想 這個 我們這個 看來的境界叫做處 根層何耳聖處 我們開始有反應 什麼人會有反應 我們就開始想 到底是怎麼 我們會起這個新手 這個新手 到底是怎麼起來 是不是有一個我 在裡面 在主導這個東西 什麼叫做我 常常要想這個 你慢慢慢慢 你漸漸漸漸漸 你怎麼說 其實是沒有 那 你這叫做相載 集運我 離運我 那這個我是什麼呢 恆常獨一自主 這個我 叫做恆常 不改變 恆常 他一直是這樣 譬如說 我們現在很多人的觀念是這樣 有一個靈魂 這個靈魂就是我 有一個靈魂 倒胎 倒胎 倒胎起來之後 這個靈魂是不變的 不變的 那些衣服多來換去 有一個秘魯 譬如說 拔虚的 拔虚的 在拔虚的 在拔虚的 他待會穿這件衣服 待會穿那件衣服 待會穿國王的衣服 待會穿季節的衣服 待會穿男的衣服 待會穿男的衣服 待會穿一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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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人換去 但是那些人沒變 那些人這樣變而已 那就是我的觀念 裡面有一個 裡面有一個很常不變 主宰的我 很常不變 很常主宰 自主 很常自主 獨一 主要是這三個觀念 獨一 你自實在的我 實在的 因為我們現在 沒想到去 沒有在做這個 沒有在想這個 沒有 沒有 沒有智慧這一部分 我們就是 趙儀鬼 腹這樣黏 筋這樣黏 筋這樣黏 酒這樣黏 這樣就這樣 但是 現在有 可以去想這個 但是 我們現在要說的就是 佛島在立場 佛島立場 佛島政 降悟 到底是降悟 降悟就這樣 降悟就這樣 你如果要降悟 你如果不要降悟就不用了 你如果不要降悟就不用了 你就說 我就 我沒有要解脫了 我就要先去清天就好 這樣不用 你清悟自己行十三 這樣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解脫 你如果要解脫了 你一定要看這個東西 實在了解這個東西 不然你是沒辦法解脫的 那是在說這個 好 所以 他叫做集運我 離運我 離開這個五文有一個我 我 這個我 在這個五文當中 文在這個我當中 這個我們要了解 這其實也能想就是 你就不是這樣想 常常要想這個 我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作業 都是對我來的 有我見有我愛 有我愛造業 造業感召成熟感 不斷的造業感召生死 有生死受苦樂 有苦樂在執著這個我 有我在取我愛 就這樣 愛取我愛取我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 然後此因面以義因相繼 又繼續 這就是輪迴 這就是這樣 我們要了解 好 這就是有因有緣世間級 有因有緣世間面 另外他現在在說 切裡面在說的是什麼 八正道 八正道 所以這很好奇 八部宗道和八正道 那八正道就是 可以贈得八部宗道的什麼 的資料方法 所以佛法有兩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道是 八正道 佛陀叫做規則 佛陀所規則 佛陀所規則 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規則 佛陀在菩提樹下所規則 佛陀叫作規則 規則 或叫做觉者 叫做觉者 就是觉悟者 他到底是觉悟什么 就是觉悟这个 那两部分 这部分就是 他觉悟的境界 他要觉悟什么 他必得要照见五蕴皆空 他才能度一切苦惡 心经说的嘛 照见五蕴皆空 就是在说这个 我们心经最后一遍 也不知道 五蕴皆空 中人不想过五蕴皆空 中人不想过 他要度一切的科学 就是一定要照见五蕴皆空 你要照见五蕴皆空 就一定要 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关 一定要有这种地匪 发掘报的地匪 你要这样关 你这样想 不许就要这样 搭着的时候想 走路的时候想 什么是我 这个受想行事 是怎样来的 这个辛苦是怎样来的 是怎样我看到这个境界 会这么执着 是怎样我看到这种事情 听到这种事情 会这么想起 这种心 这种认知 这种认知 到底是哪些人 在主导 有时候 我就不想要这样 但是 我就要叫我自己 冷静冷静 我叫我自己 叫我自己 放下放下 就放不下 就不然就冷静 是怎样 这个我到底是什么人 你这样想 真的不想要那边受影 你就是这样想 你慢慢了解 慢慢了解 因为 你的发言说 其实没有一个我 你会觉得 因为每天人 这样 你 我就想要放下 不知道他就放不下 我就叫他 不要想去 就一直想去 我也没法 我就叫他 我就叫他 我就一直想 也没法 到底什么人 是什么人 是什么人 是有一个做主的人 没有 你常常要想这个 你会发现 其实一切 你 当你做不了主的时候 那个是一种业力 你没法 像我你手就没力 你 你冷静不下来 就冷静不下来 你的神经 不知道什么 去 比如说 你有那个神经的 传导障碍 你手上去 一直戳 你叫他不要戳 他也是戳 你会怕 你叫他不要怕 他也是怕 他就形成一种 他的力 你没法 你说 我都可以每次看一看 其实也不是 你也不是有一个 可以主宰的 你如果有一个主宰 你叫他不要靠就好了 你叫他不要生死就好了 你叫他不要生死就好了 哪有法 没法 所以你的发现 你的发现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 和身心里面 武印里面 其实没有一个 真正来看 一切 没有 恒常自主独一的我 没有 那 因为没有 那你说 不完全都没有 不是 他也不是 这个叫 有 叫做常见 完全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叫做断见 这当然没那么快 这没有那么快 容易想清楚 但是 你要先大概了解这个 大概了解这个 然后再去用智慧去关照 所以叫做行声波罗波罗密码 要行声 要常常 要想就是在想这个 要想要想这个 要常常想这个 要常常想这个 什么是解脱 要怎么解脱 我这样 是 可以解脱了吗 不要常常去想 这人说我什么 那个人说我什么 这个人大人 那别人 不用去想这个 那不好 要想就是想 我这个生命 它是什么一种行事 佛陀到底是觉悟到什么 所以一般来说 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想不想 表示你的资粮 你能够达到八正物八不中道的八正道没有去除 所以伯庆经都这样说 菩萨摩佛萨 赤地学 赤地行 赤地道 赤地行 赤地学 赤地道 你要看 赤地学 一定要有赤地 就是说你第一刻没达到 你没法达到一楼没达到你没法达到二楼 二楼没达到你没法达到三楼 三楼没达到你没法看到上面的境界 三楼都像观来说 所以一定这样 赤地学 赤地行 赤地道 或者叫赤地行 赤地学 赤地道 应该是赤地行 赤地学 赤地道 这就是什么呢 八正道 八正道分成三 政见 政思维 我们前一星期有没有过 只要是要赠信 赠见 赠信对三宝有正确的信仰 你信多少 你信天魔外道 你信五四三的 你没法达到你没有健康 你信三宝 所以赤信是先赤信三宝 你对三宝有 你对佛德有 你对佛德有 你要知道佛德在说什么 佛德这样说 你这样想 想不对 这样也不行 所以要有政见跟政思维 你没有赤信三宝 你很难获得政见 你就信 比如说你信一贯德 你信清海的 你信妙禅的 你信法轮功的 你信不是家通的佛教的 不是正信佛教的 甚至我们现在很多佛法里面的很多做法 都不是正信的佛教里面的 那你要了解 你要分开 什么是究竟的 什么是方便的 你要了解 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正命 都是一支证 都要正确 都是由正信来 这是八正道 然后正念 正经进 正念正定 通常是这样 那么由正念正定 引发无弱会 引发无弱会 无弱会就是断除烦恼的智慧 然后引发无弱什么 得正觉 就是我们不得的一样 得正觉 正等觉 这是这样 这就是要闻思修 无弱会 无弱会是从有弱会来 有弱会加正定 他才能够得无弱会 有弱会一定要正见正思维 闻思修 然后表现在日常生活里面 正与正业正命 一定是这样 然后之后正经进 正念正定 这就是他由八正道 而得八部中道 那么八部中道是你两边的 非集运法 非离运我 不相在的五运皆空的境界 五运无我的境界 其实是这样 我们了解之后 我们就知道佛道到底是感悟到什么 我们现在到底是要想什么 我们要怎么想 不离开八正道 那八正道 八正道如果 次第型 次第学 次第道 从八正道 依各种不同的人的说法 不同的人 不同的层次 给他做不同的分类的话 就叫做三十七道平 七类 七类 七类三十七道平 他可以叫什么 四念处 偏重的说 四念处只是观身受心法 四念处 四正群 四如一族 四如一族 四念处 四如一族 四正群 五根五粒 七决之 还欠一个什么 四正群 三四二五 七决之 然后八正道 再加上八正道 就七类 三十七道平 就这样啦 我发大概就是 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 看怎么收 但是这都不离开戒定会 这都不离开戒定会 这个是先世间证件 然后再得出世间证件 这个是出世间证件 这个是有世间的证件 然后修 那么有正与正业正命 这个是戒 这是戒 所以次第行 次第学 由戒 依戒 修订 依定 花会 依慧 得解脱 那么这个是戒 这是戒 这是戒 这是有漏会 这是无漏会 就是说你要持戒 你也要有地肥 你不能戒进去 你不是外道也有戒 外道也有戒 外道也有定 那你没有证件的戒跟定 你不能对你帮助不大 反而会胀道 因为你知道的是错误的 你越执着 你越会胀道 你胀胎 胀胎 胀胸越来越胀 执着越来越胀 我贱我爱越来越胀 这样修订也同样 修订 你明文立行心越来越胀 因为你有些特殊能力 你那就是外道的证件 佛教的证件没有建立 所以他还是要从证件证思维 证件就是你要听佛国 听佛的地主国 夏日佛 牧建連 大家社 人家贼痛的 教出来是真正的 你听之后 你得罪你爱罰 你不是说我听 人家这样说你这样想 你都想不到的 人家说到你想不到 这样也不行 所以你要思维 明白他说的真正的意思 要觉得他的真实意 要明白他的真实意 这样才可以 然后就要落实在身心里面 因为你已经知道正确的因果 这有善有恶有悠有报了嘛 所以你一定不会造恶 恶是什么 杀到淫妄 两则恶一万口其饮 就生跟口 余夜跟正夜是生夜 没有杀到淫 而且没有两则恶一万口其饮 然后又怎么样 然后正当的过生活 不會為了生活 乃至不會為了道場 然後去照那一些邪見的業 去照那一些惡業 不會因為你有政見了 那是這樣喔 這樣慢慢慢慢 累積累積開始 累積到一個程度 你開始修正念正定 我拍照就要修了 但是那個時候經濟 那麼加工用性 像你普通室要念 我一天打佛七 普通室要在大祖一天打禪七 努力用功 有時候就可以得到見所未見 得所未得 那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普通室就 你也不知道這個道理 也不知道要怎麼修 你就對人修了 因為權威而相信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你就這樣做 因為某一個說 某一個人 特別有名聲的人這樣做 這樣說你就這樣做 跟你說 你就 在這個世間 你沒辦法修復了 修復不開脫了 只能念佛可以而已 你念佛也可以 只能念阿彌陀佛而已 其他念食其他佛也不會往生了 讓你這樣一心念佛就好了 你就聽 聽不懂 你就好 這樣就開始念佛 其他不要修了 不要生那麼多 不要抵那麼多 就好 念佛就好了 拜佛就好了 等翁星 我告訴你 你讓你自己害死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來這裡 修復你到底是要知道佛是怎麼說怎麼教的 佛有這樣說嗎 那是佛說的嗎 那不是佛說的 那佛教教的嗎 那不是佛教教的 你是佛教主 你是要對佛教 還是要對人修了 你要對佛教 真的 這個政見政主的你要了解 正經經正念正定 月後一天一天修 一月一月修 一年一年修 一世一世修 你不用煩惱 有因有緣世間級 有因有緣可以得解脫 你累積界定位 你就可以改團 你只要累積 累積你的界定位 你累積談成吃 你就會生死輪迴 你累積界定位 有一天你就一定會解脫涅槃 那是這樣 有因有緣嘛 真的記得 真的記得有因有緣啊 他的關鍵在哪裡 他的關鍵就是 離我見 我見 我見不斷 我愛不敬 就是我見 我見不敬 我愛不斷 此生 此生敬以 還受 一生就是你慈命 這是說你這個世名之後 你再受另外一個世名 他重點 我愛 禮我愛跟禮我見 重點在禮我愛跟禮我見 我見 跟我愛 主要是我見 主要是我見 因為我見一定會有我愛 所以他主要在禮我見斷我愛 主要在禮我見 離兩邊主要在禮我見的兩邊 就是 有常見有斷見 常見 就是有一個很常不變的我 斷見就是 沒有我 我死了 不存在了 也沒有解脫 死就死了 要再解脫了 死就死了 要再拼了 也沒有 也沒有營過也沒有藥薄也沒有披薄 也沒有完勝 就沒有這個 因為斷見嘛 斷見死就不去了 大家死都不去了 不管你外用說有受傷不受傷 有心通不心通 做生意做歐嚼死就大家都准散 這叫斷見 常見就是 死因我不會散 因我有一個我 不斷不斷靈魂不斷倒胎 這都不對 這都不對 我們要了解 方法是在說這個 就是說 你真正要得解脫 他就是 禮我見 禮我愛 那所以 所以 無名所富 愛解所細 無名就是由我見 長夜輪迴不知苦之本跡 生死輪迴是這樣 我們要了解 這大概是在說 中道就是 福德道就是在說什麼 好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這個課本 他說 所以他這就是開始說 第一 第一 他這兩邊 我們跟我說過 中道 還有苦樂的兩邊 長斷的兩邊 跟極緩的兩邊 這我們前禮拜有說了 我們稍微要記得 另外 還有這個 巴正道 他說 當時印度民間的風扇 是怎麼要這樣說 因為當時 印度 印度的方向 有兩種 有兩種人在受傷 一種 一種叫做 婆羅門 婆羅門 一種叫做 沙門 沙門 那麼 婆羅門 婆羅門 比較著重在 武裕 武裕 武裕就是 五浴 就是色身香味醋 就是我們的感官 好看 好聽 好平 好吃 然後觸覺 就是 感受得好 那 比較著重在這個 那是婆羅門 在家的婆羅門 婆羅門也有出家的 婆羅門也有出家的 婆羅門出家的叫做 犯智 智氣的智 婆羅門出家的叫做犯智 那 另外有一種 比較刻苦的 但是也有一種 六四外道 沙門裡面也有不刻苦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過著比較刻苦的生活 所以這是大概分的 沙門六四外道裡面有一種是隨緣過生活的 他也沒有特別刻苦 但是 比較沙門裡面 沙門波羅門 這沙門裡面 比較有名 比較有多人的 那叫做 苦行外道 受苦行 你看我們色感也是這樣 這個人很會抗去吃苦的 好 大家就在那裡逞 沙穿泊泊 躲在那裡逞空洞 沒什麼吃 好 這個人就很厲害 這個人在哪裡 不是 抵抖不是說你會吃苦 不是喔 抵抖真正抵抖的啦 不是說會吃苦 會吃苦怎麼不簡單 會吃苦不簡單 但是不是你會吃苦 你就會抵抖 如果會吃苦你就抵抖 這樣抵抖的人 賞金得道 抵抖是誰抖 三億道的賞金得道 三億道是誰抖 不對喔 不對喔 是因為 是因為 你知道苦 要抵抖 你不會去煩惱 你都沒有煩惱 這個叫做有道 有道 道人是 有道 這個道 是解脫道 不管是 你是人天道解脫道 菩薩道 這道就 佛教就分三種嘛 人天道解脫道跟菩薩道 這三種 但是不管你是哪一道 都是 都是 比較 不起煩惱的 就是說 比較不好的煩惱啦 比如說你 貪愛心你也是煩惱 但是 一般來說 人天道 他還是有貪愛的 有預貪有色貪無色貪 但是不要緊 他不想跟他談 他要生天嘛 你 你生色無色貪天 你離五慾就好了 你如果要生玉戒天 你不用離五慾 你只要持五戒就好 情五戒行十戒 你享受五慾 你也會生天 生玉戒天 你如果要生色無色貪天 你就要離五慾 你如果要出三戒 斷煩惱 那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了解 佛教在說的道 是在說什麼 你看 沙門 跟婆羅門 我們比較在說 沙門 比較 受苦心 在家的沙門 在家的婆羅門 在家的婆羅門 比較 享受五慾 那 他說極端的傾向 兩邊 所以我們說苦樂 中道就是 離苦 離苦樂兩邊 最早對 五比丘說的 五比丘說的 離苦 和六的兩邊 哪有 對 我以二十億兒說的 離 急 跟患的兩邊 不能太吸 也不能都不吸 就是說 你的心態 你的受傷的方法 含你政務的內容 這你都要離兩邊 都要正確無誤 這我們前禮拜有說嗎 都要正確無錯 無誤 所以 你受傷一定要先 要先了解 你若不是 我看很多人很用功 但是 用功不好 團團轉 團團轉 一直洗一洗一洗 洗就洗不出 在煩惱的漩渦裡面 在斜劍的黑坑裡面 比較吹就吹沒路 沒有更 在煩惱的漩渦裡面 一直在洗 也沒辦法處理 沒力 你也不知道要在哪裡處理 也沒辦法處理 在斜劍的深坑裡面 看不到 摸就拼了 你今天要 對那邊處理 四邊都拼了 你不知道要從上面處理 你就看不到 這樣摸就摸不出來 不是 你用功就好 沒辦法 你這麼死就死在家裡 死在斜劍坑裡面 這是很重要的 給大家看 好 他說 世尊皆是中道 因為當時的運動 兩種受傷人 在家補羅門 出家三門 這兩種 這兩種 都大部分來說 可以說都是錯誤的 這些人這麼用功 這麼用心 這麼用力 但是 沒辦法解斷 所以佛德 找這條正確的路 跟他們說 當時 當時 沒有緣起無我的觀念 也沒有 巴正道的觀念 當時沒有 所以佛德跟他們說 那麼 這個正確 無誤的道 叫做中道 所以 對 對 當時 對時代的一切 就是說 對當時的印度社會 受傷的 忠告解 是 攝取 精英 而吐氣 招勃 吐氣招勃 就是說 跟最重要的 最主要的 最關鍵的 最核心的 跟你說 把那不漏音的 其實無意無力的 收到一大堆 還沒有一個英的 那 人家說 你就 你收行 收很多 但是沒有幾個英的 這樣就沒什麼好 所以 他把那最重要的 譬如說 譬如說佛德的界定會裡面 那麼 他吸取了當時的三門婆羅門 某些好的 然後再加上他自己獨創的 形成我們現在的佛法 你看看 我們來看 所以他說 吐 吐取招勃 攝取精英 就比較重要的 比較有作用的 跟你說 他繼承下來 佛法的界定位 佛陀的界定位 八正道嘛 我們告訴我八正道 拆起來 這邊 正義正義正面 界 定位 這個是共識間的 當然 有漏會有部分也是共識間的 那 那 比如說界跟釘 主要是界跟釘 這個是 界 只有界跟釘不能得解脫 必須要 而且會有漏會無漏會 有漏無漏 很多人都不知道 活得攝胎 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漏跟無漏的 重要 這是有煩惱跟無煩惱 那有一天 有一天 這個 思慶母回到他們 故鄉 叫做佳皮羅的國 加佳皮羅的國 因為他要回到他們故鄉的人 在佳皮羅的國 政府也有去一間餐廳 在牆壁 農宿 叫做農園 就是 很大堂的牆壁 在那邊刷 他們的家比羅惡國的親戚朋友都來 天天回去了 很多BQ在那 有新的比丘 這個思慶母回到 牧見人說 待會你把這些新的BQ刷髮 我生氣 我生氣 就是說 下來就交給牧見人去講 說就對了 經常都是 如果沒寫理會的牧見人 帶佛說法 佛就先進去 他就去用功了 他都打著了 好 牧見人就說 那麼 就說什麼法呢 就說有露法 無露法 因為 修行的重點 就是 從有露到無露 你要知道 修行的核心就是 從有露到 這個是我們的狀態 從有露到無露 那麼 重點 就是 露就是煩惱 對有煩惱到沒煩惱 那麼從根本來講 這是對現實的身心的狀態來講 是從有露到無露 從 震得無露 無露要 必須要震得無我才能到 必須要有 無我才能得無露 有我就一定會起煩惱 我們說有我見就一定會有我愛 有我愛就會造業起煩惱 所以 從根本來講 是從有我到無我 從身心 就是從修行的對峙 基本是對峙煩惱 所以叫做 勤修戒定會 是為了洗滅貪嗔吃 煩惱的 煩惱的總稱叫做貪嗔吃 這三讀嘛 那麼 貪跟嗔是從 主要是我愛 吃只要是我見 那有我見會起我愛 主要是這樣 所以如果從正德 無我的境界叫做無為 不生不滅 無生了嘛 叫做無生嘛 叫做無為 那麼 那我們就是有生滅生滅 有生死 有生死跟無生死 就是從有為到無為 這是這樣喔 這是這樣 那你要看 那麼戒 我們把這個 稍微說 稍微說 借佛陀時代 沙門婆羅門裡面 沙門婆羅門裡面 他本身就有慈戒 比例說 奇納教 就是 苦行外道 苦行外道也有五戒 他的五戒是什麼 也是一樣 沙道淫忘 他五戒一樣是沙道淫忘 還有一個無所有 那這都是 佛陀的五戒 那 有很多戒的很多觀念其實都是 原來沙門婆羅門的 包括齋戒 齋戒的概念也是 也是 也是當子的沙門 那包括 結膜 送戒 剃頭 那麼剃頭 穿夾衫 這些都是 包括過無不死 這很多我們的戒 基本上都是 當時 當時的一些受傷人 他的習慣 那佛陀的覺得這個習慣真好 不錯就牽涉起來 如果不好的習慣 比如說 沙門婆羅門 一四人牽一支手 牽右手 牽左手 騎一支腳 不吃飯 不洗身口 一天要去水裡 浸三遍 有的沒有的 這就不意義 這不意義就不下去 有意義的牽涉起來 不意義的投降 所以叫做攝取精華 土趣糟糕 這是改的部分 很多其實是當時 當時受傷人的 一種 一種生活方式 那麼嚴謹的生活方式 比較刻骨的部分 有意義的 叫做妥妥形 如果沒有意義就不下去 投降 頂的部分 頂的部分 當時 因為 有的人覺得 修訂就是在涅槃 你說不是 重點不在頂 重點在 引發無漏會 頂 修訂 修訂 最重要的 是 你的心有夠專注 有力 可以引發無漏會 所以 頂只是為了要引發無漏會 要調五 定有三種功用 主要的 第一個就是 他可以 不讓 因為你有定 你就不會 李吳玉 他不會貪愛這個事件的一切 不會 因為他定有很大的享受 第二個 可以引發神通 他引發神通不是最重要 但是在利益眾生方面還是有的 那麼 第三個可以引發無漏會 就是說 定可以讓你調伏煩惱 內心清淨 不會懶著無漏 第二個可以讓你的身心有一種特殊的作用 第三個可以讓你的智慧引發 可以得 得正訣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 佛德 他也一樣修訂 四場八定 四場八定 這是東西的外地就有了 世間無人要不成功進行 就對 大佛羅莫諾子阿羅羅財蘭修訂 甚至 他在 他在 出城 油罐的時候 他就要路上已經有修訂的經驗了 好 那 背後這個會 我們把這個講到下一個 這個會 重點 因為 佛德攝裁 他們的地位的經驗 和我們的四十五經一樣 主要是四廢陀 十八論典 那這四廢陀 四廢陀 待會兒會說 待會兒會說 但是 佛德攝裁已經有奧義書了 奧義書是 事廢陀裡面 一些改變的 他有兩點 很重要 我們剛才有說過 一月有輪迴 一字得解脫 一月有輪迴 這兩點佛德是認同的 一字得解脫 但是這個字 如果一奧義書的字 是見到真我 現在很多人 也認為有一個清靜心 有一個真我 一字得解脫 但是 並不是 佛羅門說的那個字 所以 他們攝取某部分 正確的道理 或是把它再改造 真正 不是你吃不飽的就是涅槃 也不是你心不動就是涅槃 是你煩惱斷進教涅槃 其實是這樣 這就是 他對東西 對當時的印度的修行 以及印度的這些觀念做釐清 那麼有一些是正確的 就是共法 所以是有共事間的 有一些是不共的 就是說 不是的 這不對 你去橫河祈禱 你去橫河祈禱 等一下就有說了 你去橫河祈禱 你向先生祈禱 我說不是這樣 我們先下課 好